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我看好百度的 因為你現在騰訊 阿里的早前升 主要是一些利淡因素消除 比如說騰訊很久沒有遊戲的版號審批 現在恢復審批了 阿里就是之前的反壟斷 針對平台經濟 平台企業那些負面政策 就和緩 再加上螞蟻金服就完成整改 但這些都是負面因素消失 如果你看回盈利的增長的動力 大家都對於騰訊和阿里巴巴 我想一個看法就是未來的增長 一定不及過去早一兩年的增長 很簡單的 你看到阿里巴巴的運業務的增長 收入的增長都是跌到單位數的 競爭越來越大 反而百度就多一些新的元素 新的股票 將來CHATGPT是否真的 推出它的尿天機器人 是否真的會為它帶來很多的收入呢 未知之數 但是起碼給到市場的憧憬 但是起碼給到市場的憧憬 就是有新的一個增長的趨化劑 再加上它那個無人駕駛 這兩樣東西都是會 我想對法律來說 是一些可能會帶來新的業務 那個增長的一些增長引停 那就看到給到市場一個的憧憬 其實它走勢就相對 雙湯就不是說差 雙湯就是之前很殘劫了 現在開始升回 但是這隻百度就是說 過去一段時間 現在慢慢慢慢都升回到去 差不多是去年6月的高位 近期有能力升到去150萬.8 接近去年6月的高位 而且技術上來說 你看看這隻百度到昨天為止 都還沒有跌穿10千和20千線 走勢比其它ATM都是強的 那我就會用回 如果一些強勢股我們建議買入的時候 你就要去做個調節 剛才我說你可以等到 但是因為弱勢股 好像我經常說買股票都好像去街買東西 跟別人講價那樣 如果你看到它那個減價的意願是大的 那你當然是盡量講得低一點 就對自己著數了 見它硬正的賣東西那個人 一毛錢都不肯減的 但是你又很喜歡那件東西 你覺得很需要它 那你都要買的 就不會說死要壓價 最後就買不到 別人不肯讓步的話 那強勢股 你就要看那個買入位 就不如擠得太低了 有時候我買股票 上網目標都是這樣的 如果它動力很強的 你不妨就進取一些 將那個上網目標定得高一些 但是明知道它動力不夠的話 那你就保守一些 將那個上網的目標 就定得保守一些 那最近你看到它的二十天線 一直都守得挺穩的 那我會就 因為對它都有好感 所以就會覺得在二十天線 就可以嘗試買入了 大概就是135元 136元的那些位 那如果買入看錯的話 那你用這個125元 10元來做止洩 我覺得都不是很傷 都是10%以內 因為如果跌穿一百二十五元的話 就會跌穿一條二百五十天線 現在大概是一百二十六、一百二十七元那些位 那就是等於差不多用這條二百五十天線 低一點點做止洩的 那如果一三五到一三六買的 如果它能夠升近期高位 一五五、一五六 你都有差不多二十元的利潤 如果到時它再能夠 升尊一五六的 再試高一點 那那些便是優惠 Ethnet 專業版 HV2 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動息大局、捕捉投資先機 即刻申請啦! 好嗎? 好嗎? 感谢观看